大家好,又是我冬菇 今天回到我们的 YouTube 狂赚钱的系列 今天我们又要谈谈一个香港人熟悉的明星 但很久没有见过他袍头的何家敬 其实他离开香港的影视圈 好像很长一段日子 但不多觉大家又会在粤语的地方 特别是我们的大湾区 好像又见到何家敬的蹤影 其实他有一个神坛 在这个惠州的地方 跟我们香港也很近 也是说广东话的地方 其实他在那里建了一个敬家村 我相信是与别人合作的 其实他主要是负责 扮演作为一个形象大师 甚至是一个代言 然后以至变成一个股东 何家敬 究竟对于香港人 赚钱这群人有什么大影响呢 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咸鱼明星 又不多看他的作品 但又好像在大陆又会见到 但跟我们香港人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一科 我相信如果我没有看错 何家敬应该是在影视界这个行头 最初一个是运用了AI国产技术 而令他非常成功 在他的五谷 或者健康生活 这个产品里面 上了一把很厉害的强心针 很多人就说 何家敬有什么 没有什么代言 在香港 又没有什么大片 又上 电视又少上 电台又少上 互联网又不多见 错了 因为他人比较健康 我还记得在20年前 我当时还在香港的 Festival Walk 在楼冰场旁边 吃早餐 有遇见他在我后面 当时Festival Walk 也见到很多明星 除了何家敬 也有法哥 我不说那一部分 先说回当时 何家敬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有个人 大大声声在后面 他有跑步 有量血压 一些很肥肥的东西 他可以消化 但他不吃得多 我说这个人 谁这么大声在他讲健康 那个年代 其实讲健康 还在讲中老讲健康 其实也不是很普通的事 但原来看一看 何家敬 他穿一些运动衣服 你看到他也是 非常健康的状态 还有吃早餐 有多少明星 可以让你碰到吃早餐 通常都是说 我们以前见到 关之林晚上去中环翠华吃宵夜 通常都是吃夜晚 或者去南桂坊玩 哪有早餐你遇到一个明星 但是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感觉是 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正面 没有什么负面 没有什么 纯粹是很平和 但是在国内的时候 其实何家敬参与一些影视作品 其实是很正面的 总之不像关公 也像一个神珠牌 就是告诉你 你要有正义 你要对自己身体的养生 要认识很多 其实何家敬 就是一个这样的形象 而其实女女内外 他没有什么吵架新闻 这才是困难的 对不对 做得这一行 你一定要拿些花边 闹靠新闻 来吸引很多眼球 像我们做YouTube 我们也希望找些热点 找些热门题材 才有人看 有人听 但是又不是 何家敬 总之是正正路 何家敬就是何家敬 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 又不算是很成功 演戏 又不是特别 很突出 但是经常都看见 而在俄 店内定说 瑚家敬 Kent 可以正面 没有什么负面的 但是隔天 他开始做 国内的直播带课 他开始玩那个游戏 其实直播带课 对艺人的挑战 和心理压力很大 但日子內,當直播大貨在國內是一個很大型的資產業時 你便不覺得它是甚麼 因為直播大貨與我們做 YouTuber 賺錢 遊戲都是一樣的 最重要是成為一個習慣 你經常會準時出片,甚至準時開直播 等於我們 YouTube 每天都會出片 或是每天都會出五、十、五、十部片 你便勤勤力力習慣這個模式來出片 別人的耳朵就會黏住你的節目 何家敬也是這類型的 開始時真的沒有人去看 而且它帶的貨物 又不是特別是科技的產品 它純粹將五谷類的東西變成一個茶包 我相信這類型的產品 沒有甚麼品牌介意的人人都是 總之可以喝就算了 紀子圓、玉茶等很簡單的東西 其實你自己撿就撿到 你不撿的,以為現在流行茶包做好的 拿茶包來浸泡,也是有的 你未必一定會選擇何家敬的品牌來喝的 但是它製造的模式跟很多人不同 它不是用傳統模式去銷售 那麼簡單的 其實它是將它自己整個品牌 利用了直播貸貨的趨勢 做大做強 在它名下所謂的一些品牌 在這類型的品牌內 是可以豐富得足夠 一個 duty free 一個購物 放門 所以這本身的產品合作方 其實是有心思的 有心思去做這件事 以及做了一個 小小的何家敬樂園 即是你當作迪士尼樂園的一個mini版 有它的氣氛 在他心目中看到的 例如好像很古裝的 古裝龍裝 你進去是一個可以喝茶 喝水 然後買一些養生的農產品 它做得挺精緻的 而且它的洗手間是超級無敵 是很乾淨的 因為它知道很多香港人 會去神壇買東西 當作一個小小的旅遊 但這些是不賺到很多錢的 直播大貨是賺到很多錢 但是直播大貨 你知道對一個藝人的消耗 不要說是藝人 即使我們普通人走去消耗的時間和精力 是會散散的 怎樣可以把直播大貨 可以天天做 天天做 24小時做 分分鐘做呢 它利用了AI的技術 它將自己人的圖片 我們稱之為Clone 其實這些技術 以前是荷里活用的 荷里活用的 可以Clone Animate 了一個人 即將一個人 將一個明星 將他很老 變得很年輕 大家看Terminator也知道 阿諾蘇華森力加 可以在最近幾年 可以回復以前二十多歲的樣子 那你就知道 其實很多這些技術 已經有在荷里活用的 已經有在荷里活用的 但是現在 當我們有了AI 它的學習功能 就厲害了 所以它可能用了大約十分鐘 拍一條視頻 其實AI的演算能力 已經學到它 譬如說話 神情等等 其實是可以採取得到的 何家徑如何厲害呢 他就會這樣 他就會利用AI 其實何家徑也不是一個文人 或者一個才子 不是那麼多資料 可以說那麼多東西 可能隨時你們說 觀眾說 或者聽眾說的東西 比何家徑更豐富 他未必是一個 那麼有能力 自己可以寫劇本 自己可以訴訟劇本 還可以說話劇本的人 他不是的 但是利用了AI的技術 將他的表情 將他如果有機會 做直播大課的那種神態 他放下來之後 變成後台所謂合作的年輕人 就可以替他砌一些 比較熱題的文本 就可以做起來了 然後將他放進了AI 去找個人的印象 或者大陸的數字人 直接可以說 亦沒有難度 亦不用何先生 辛辛苦苦回直播間 又要說一頓 除此之外 我想他用在一個商業環境內 他是做得快的 他不是將他的印象 放進Movie 不是像王子華 將他放進廣告 他直接將他在每一個直播間 他都可以租一個印象 然後可以跟其他相似的商人 例如他想幫忙帶這個貨 就是帶銷售他的麥芽茶 直播間的老闆 他就會親身出現在何嘉敬的切片後面 切片後面 就像一個Digital 整個直播間可以租出去 整個直播間租出去 把你的印象 把你的反應在前面 然後在後面帶貨的 就是老闆 在這個過程中 他可以無限量地把他的直播間 或是你當他是一個 他自己的小小小小小店 便會租出去 可以無限量地租出去 現在大家只不過是把這個去廣告 但他的成功我是很看好的 因為似乎我現在看到市場 很多時都是一些 直播帶貨的大型微星 在大陸有微雅 李佳琦 三隻羊等等 他們都做得很好 但如果真的要用AI 我開始看到這些大老闆都有用 何嘉敬當然是這個影藝圈 似乎他是頭一個 我覺得其實都是我們一個福氣 因為 大佬也是一個香港明星 他願意用這東西 其實是走得很前 雖然風險就是 開初可能沒有那麼受歡迎 大家都不知道是甚麼 又會指指點點 但算吧 講廣東話的人 從來到尾 都是這麼艷尖刻薄 包括我自己 所以無所謂 但最重要是他的印象 可以拓展得比較多 快 可以便宜一點 這方面我覺得 這個產業的錢 那個數額 可能小的都已經斷益 你不要說那些大的 可能是幾百億 你看到人家小陽哥 隨手買一個直播的一棟大樓 他都花一億 其實這些規模我在香港未見過 甚至在其他國家 我們都未見過有人這樣用 所以我都覺得 不如我們拿何家敬說一下 起碼何家敬大家都認識 其他那些 三隻小羊 我都很懷疑香港人 都不會怎麼知道 尤其是我們講廣東話 但孤密論如何都好 我們要參與那個遊戲 不是代表 現在全部講普通話的大了 不是這樣 從來沒有人關門 你要去參與 你就去參與 千萬不要說 不是呀 搞得我們香港 又有房地產掉了 我們又沒有了 金融的自由和穩定性 這些事情 可不可以不說呢 不是不說 你去參與就算了 但是在一些另外的 賺到這麼多錢的世界中 是不是應該也有香港人的腳印 這些未必是很科研性的事情 不是我們搞了SpaceX 我們不是那個Level 亦不是我們在說一些 Bio 的事情 我們搞得有多厲害 我們不是那一段 但是at least 在這個 如此蓬勃的 AI 賺錢的市場 其實我們也看到香港人的蹤影 是不是對你來說 有些啟示呢 下次再說個 拜拜 拜拜